不精确的这个日期的话 但第一个可以用DATIF 所以我们一样 这边当然没有方法插入函数 所以DATIF 因为这个DATIF函数 最早是在那个LOTUS里面有 LOTUS LOTUS123 如果听过这个点头表 是年龄 因为这个LOTUS123 至少20年前 就已经消失了 因为有Excel之后 LOTUS123 本来那个时候 是最 最多人使用的四传表软体 在DATIF的环境底下 因为那个Office一出来 Milusual就把这些给全部 都通通 都比下去了 OK DATIF 可能连DATIF都没听过 主要那个时候 它为了相容LOTUS 而且这个专利好像是LOTUS的 所以它可能就没办法 把它放到清单里面 根据那个官方的说法里面 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细节部分也许 他们有他们的考量点 OK 好 那再来的话 DATIF 第一个是跟什么 前面的日期跟今天比 今天的话呢 你打一个TODAY好了 这边打一个TODAY 然后小刮呼一下 不用引述 先比什么呢 比Y 就是几岁先出来 几岁如果它满的 那它剩下的月跟日再来抓 所以再来的话 你先把它打勾 这个说44岁 可是后面还有一些自串 那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个自串 先参考这些 Ctrl C一下 然后取消一下 把刚刚的自串 放到后面来 AND 那自串记得是双引号 两个 移到中间 先把那个格式 先打上去 反正N跟N 再补就好了 我的习惯是这样 反正打勾 那就是44岁 N个月 又N天 那N的话 其实可以由什么呢 由刚刚的这个公式 直接可以复制来用 那这个公式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中间 跟那个刚刚VBA一样 你要放在一个自串里面 即便是个变数 或者是一个 一个函数 那你必须先怎么样 把它先切开来 所以双引号双引号 先切开来 变一个自串 变两个自串 然后中间再AND 因为你要串接 无论是变数 无论是储存格 无论是公式 一个函数的话 那你就把它放在中间 所以Ctrl V 切上 那把这个中间特别重要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Y已经用掉了 所以不要看Y 我要查的是 剩下的月份 所以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个 你就加一个什么 YM就可以了 它就会帮你算什么 剩下来的月份了 OK就忽略了 反正就忽略年之后 再来看月打勾 有没有 44岁 有没有 没错 44岁 8月5号 今天是10月14 两个月 对 还没错 剩下多两个月出来 OK 然后又几天呢 那我们这 当然可以知道 一样的方法 把这个自串再切开来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 再移到中间 把公式贴上 那因为这个公式太长了 所以旁边有个箭头 你可以点一下 然后把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用掉了 日月也用掉了 对不对 剩下就是日 因为这个MD是 其实应该叫YMD 忽略年跟忽略月之后的日 所以这边的话 用MD 然后把它打勾一下 剩下9天 没错 8月5号到 就今天10月14 然后两个月9天 没错 OK 这样就算完了 算完之后 你可以什么 向下填满 结果全部就OK了 所以很快的话 当然用DATIF来算 那个 这个精确的日期 其实非常的方便 那在VBA里面 我也想要去找 什么类似 当然有一个 叫DATIF 多一个F 可是它没有 它可以算这个 但是它没有类似像YM跟MD的这些相关功能 所以没有那么好用 所以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一下那个 我后面这边会讲到 就是说 在VBA里面 如果你要查函数的话 当然你可以上面有个问号 按下去 你可以查什么 要不就是在这边打搜寻 要不就是在 就是VBA语言参考里面 有个函数 这边有个函数 那所有的函数都在这里 D开头的 有一个Day什么 DATIF 那它的 它的参数其实也蛮像的 它里面的话 就是会先Interval Interval值的就是说 你要查的是Y 那你就放Y 然后Day1跟Day2 就两个字齐 那它的顺序 刚好跟Day2是完全颠倒的 那它能够查什么东西呢 查年 年的话它不是Y 它是四个Y OK 比较年 比较G G好像比较多一点 Day2没办法比较G 但是它少了 少了那个YM 少了MD 所以如果说要算出精确的年龄 这个DATIF 实在是可能没办法办到 即便可以 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那因为这个东西 这要怎么写 可能要动点脑筋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DATIF函数 你可以从那个 VBA里面找到这个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不用那个 就是我们刚刚之前讲那种DATIF 就是用VBA产生结果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按下它 一样可以输出结果 但是它输出的并不是最后的结果的资料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公式 OK 也可以啊 OK 其实说真的 一般人 你如果输出之后 你可能也 所以一般人也不太 反正按钮按下去 有东西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反正最后报表可以印出去 看到结果对的就好了 对不对 一般人 你的老板也不见得说那么清楚 你到底在做什么 反正你的效率有提高 事情有做对就好了 大概理论上是这样 那至于说 你想要再更精进的话 你当然事情做完之后 你可以再动动手 动动脑筋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啦 如果你真的要把VBA学好 一定要配合你工作上面的时间 可能刚好遇到什么状况 你可以拿来应用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有个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 其实也是一样 之前有讲过嘛 那如何把这个公式 直接输出到其他地方 就刚刚讲过的 第一个 For I 等于哪里呢 15到19 第二个的话呢 输出到H栏 输出什么东西呢 把这个公式 直接怎么样 放到后面 双引号里面 那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 什么呢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变两个 所以可以把公式复制之后 把它再 贴到记事本里面 把它用 因为这边很多个双引号 所以在这里蛮建议你用那个取代 一个取代成两个 全部取代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你的 For回圈的那个 它是For I 15 一直到19 那这个答案就是要把它改成I 改成I的方法 我前面讲过嘛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and end 再移到中间 其实跟刚刚那个也蛮像的 差别是怎样 前后压加空白 加了空白之后呢 这个东西只要做一次 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贴到其他的15 这个也一样 这个也一样 做完之后 再把这个公式呢 放到那个输出的后面 本来是清除是双引号 把它放在双引号后面 再来做执行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我做完的结果 就是 比如说一个年龄的一个sub For I 等于15到19 输出到H列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刚刚 做完的这一串 所以我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 这个有点长 本来是双引号 把这个东西贴到 这个双引号里面 复制 贴到这里面来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公式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 这前面我没有讲过 你换行的部分 对对对 underline那个 就是说 你不能随便按enter 但是什么地方按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会看 假设有两个and 其实and符号的后面 那我习惯在后面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and 这个 里面这个and不行 这个不是 这个的后面空白加个底线 underline 有没有 enter 它就会把你上一行跟下一行当同一行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它就不会把你当同一行 那又找到第二个i 后面这个and的空白的后面 加个底线 enter过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 你即便是公式非常冗长 但是看起来也可以接在一起 千万不要随便乱按enter 那最后这个清除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如何把那个dative 快速的算出这个人的精确年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因为在VBA里面 有接近的函数 但是没有完全符合的 这么好用的功能的函数 所以基本上 干脆我们就是把公式直接输出算了 那后面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在那个VBA里面找找看 我刚才有讲过 有个dative 多一个f 那个函数 其实也 有点接近 但是 要算精确年龄 可能还是要动一点脑筋 那因为这个部分 可能需要 花比较多时间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也不妨可以 自己再 玩玩看好了 这些东西其实都 如果可以自己想出来 那当然会更有成就感 那么 谢谢大家